外貌对于男演员在演艺事业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他能对角色的塑造和观众的吸引力产生巨大影响 谭剑刺作为一个男演员 在外貌方面的独特性让他脱颖而出 让人们意识到演员的外貌 即与角色和故事的传达产生了多重可能性 谭剑刺的五官具备了鲜明而精致的优点 从眉毛、眼睛、颧骨、鼻子到嘴唇 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他温和 林佳哥哥的形象 他修长整齐的眉毛 清澈而温柔的双眼赋予了他亲和力 让人更容易与他产生情感共鸣 高高的颧骨 紧拔的鼻子和修长的下巴 给他的脸部轮廓增添了静于深刻的特点 同时又不失柔和的线条感 进一步增强了他在现代妆中的表现力 谭剑刺在妆容和穿搭上的成功 同样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粉丝 在现代造型上 他经常选择软糯的毛衣 带有灰色条的色彩饱和度较低的色系 以及干净的工装套装 这些服饰使他呈现出清爽而明媚的温和气质 男性的穿搭和妆容都需要避免油腻感 而谭剑刺选择的衣服颜色也有所考量 浅色灰色条的服装给人一种清爽 温和不具攻击性的感觉 而驼色系的服装既日常百搭又有一定的设计感 此外 工装风的服装也适合大多数人 能够轻松打造休闲阳光的气质 这些服饰选择使观众 对他没有了舞台和明星的距离感 更容易产生喜欢 除了现代装造型外 谭剑刺在另一些较为另类的角色 和造型中同样表现出色 比如在裂罪图件中 他通过侧分场发展现出无性别美感 这种特别的发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其他一些古代剧中 他通过白发和古代妆容独特地塑造了先妖气质 为角色增添了魅力和个性 这些突破常规的发色和妆容赋予了他神秘 不可思议的氛围 使他在古装戏中的角色更加引人入胜 总之 谭剑刺通过他独特的外貌 妆容和穿搭风格展示了好看的男演员 在塑造角色和吸引观众方面的重要性 他的例子告诉我们 男演员的外貌不仅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工具 更是演员表演多重可能性的媒介 好看的男演员在塑造角色时 往往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目光 从而更可能取得成功 谭剑刺的成功之道 正是通过充分发掘自己的外貌优势 在角色塑造中做到了恰到好处的搭配 男演员的外貌不仅限于五官的长相 还包括身材 气质和个人风格等方面 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为角色赋予了更加生动立体的形象 外貌对于角色的形象塑造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谭剑刺通过他的五官特征 成功地创造了温和 林家哥哥的形象 修长整齐的眉毛 清澈而温柔的双眼 高高的颧骨 挺拔的鼻子和修长的下巴 构成了他独特的外貌特点 使他在现代妆中更加出色 这种温和而又略带之气的外貌 让他饰演的角色 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 此外 男演员的身材和气质 也对于角色形象的塑造非常重要 谭剑刺的身材相对修长匀称 这一点使他在穿搭上 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他选择的服装风格常常是清爽 干净 有设计感的 能够让他在角色扮演时 更加自如地展现出个性和风格 他的气质一充满了清和力 这使得他在饰演凌家哥哥型角色时 更加出彩 男演员通过外貌和气质的塑造 能够更好地诠释角色的个性和情感 从而使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 最后 男演员的个人风格 也是外貌在角色塑造中的重要因素 韩剑刺通过他特定的妆容选择 成功地塑造出了古代剧中角色的神秘和仙气 他的白发和精致的妆容 构成了一幅仙妖气并存的画面 为角色注入了独特的个性 这种与众不同的发色和妆容 使他在古装戏中的角色更加引人入胜 展现了他的演技和外貌的完美结合 男演员的外貌对于角色塑造 观众吸引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韩剑刺通过他独特的外貌 妆容和穿搭风格 展示了好看的男演员 在演艺事业中的优势和多重可能性 他的例子告诉我们 在外貌看重的时代 好看的男演员 能够在塑造角色和吸引观众方面 获得更大的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cas 转变 这双轱戏 香治鼓的重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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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 Charlotte yhteceral